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其中一个可能成为曼联班主的他 如果他真的做了曼联班主 除了他是真曼联球迷之外 原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他可以带给曼联 而他这个元素其实已经在其他范畴已经证明了是合作的 究竟这个是什么范畴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要说的就是 究竟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正如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Rains Group Merchant Bank 已经在组织一些资料 准备下一步的卖盘情况 包括大家已经谈了 也知道有哪几个实际上的买家 去到现在这一刻 Sir Jim仍然觉得很有信心 这个就是The Times 这份道指的报道 他是一个英国的group 叫Innox Group的老板 说仍然他们都有信心 可以买到曼联回来 另外 Ferbicio Romano 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卡塔尔并没有 并没有 退出的 所以来说 卡塔尔和薛尔占一样 仍然都肯定 在曼联这个争夺战的里面 最后也曾经传过资讯出来 格拉莎可能想不卖了 但现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Telegraph这份报纸 都是会继续的 不过 初初想着4月就搞定了 这个可能性 就非常之低了 很大机会 就是会去到暑假才搞得成 还有最新的数字 就是说 无论买家或者卖家方面 看样子 都是有一个 5billion 即是说50亿 那个方面就进发的 看看接近 多点还是少点50亿 这个情况 OK 以上就是现在卖盘的最新消息 但是 Sir Jim 如果他真是做了万元的老板 究竟会产生一个什么有趣的效果呢 这个我们在节目中没有讲过 就是在画面看到右手边 这位四眼哥哥 叔叔 因为他年纪应该有回到上下 这个人也是Sir 他的名字叫Sir Dave Braceford 他是何可人也呢 讲何可人也之前 就跟大家讲回他和Sir Jim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Sir Jim 其实他搞了很多不同的体育 的 团队 不是只是搞踢球 踢球他也有 原来这位Sir Dave Braceford 就是 他 Innos Group 即是他的 他那个 他那个group 的 体育总监 整个group 包括不同的体育项目的体育总监 他也有很大机会 如果Sir Jim买到曼联之后 就会参与这个管理 甚至乎 对曼联的重建 亦都会有一份 也会有 参与度 或者给意见 甚至乎落手落脚做 接着就要认识一下 这位仁兄 究竟是有什么特别之处 他出名的地方在哪里呢 原来其实他是一个 很出名的教练 或者是这个叫做领队 他出名就是这个 单车团队 这样 他就说 如果 如果大家是有 有兴趣或者有跟开这个 英国的单车团队的话 这个名的Sir Dave Braceford 就一定不需要介绍了 这位59岁的人 的朋友 他就是这个英国 单车团队 和这个 天空单车团队 成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他第一次 初初来说出名 就是成为英国 单车队 在奥运的 领袖 或者领队 他也 成功地 将英国的单车队 在2004 的雅典奥运 只夺得 两个金牌 去到2008年的 北京奥运 和伦敦 2012年的奥运 去到总共 取了8个金牌 是 每个比赛 即是北京和伦敦两届的 奥运 每届 都取了8个金牌 由两个金牌 去到8个金牌 的而且确是很厉害的 接着之后 他 变成了 一个 我想是一个 专门做 单车团队的 Team Sky 叫做 就玩那些 环法 比赛 那些 更加专业的比赛 我估计 这个我不太认识 依输而直说 一个 很厉害的团队 叫 Bradley Wiggins Chris Froome 和 Geraint Thomas 令到他们 2012年和2018年 迎到 环法 单车赛的冠军 在2019年 Team Sky 就转名 叫Team Innos 我想因为 Sir Jim 的参与 他继续 带领 这个团队 所以来说 他们都是 在单车界绝对成了名 2019年之后 由于 他也跟 Sir Jim 走得好迈 所以 他就正式成为 Innos Group 即Sir Jim 团体体育总监 在单车界继续发展 之余 亦都有参与 其他的体育项目 包括 法国的足球队 尼斯 和瑞士的足球队 FC Lasson Sport 他都有份参与 去管理 看看他们如何进步的空间 另外 Formel One 和这个 Rugby Union 他都有份参与 也是说真的 简单来说 Sir Jim 碰什么体育项目 他就有份参与 而他 最出名的一个地方 是什么 他最出名的一个地方 就是 Marginal Games Philosoph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当他管理英格兰 单车团队的时候 他曾经 说过 他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principle 一个定律 就是什么呢 当你将一些很专业的体育项目 分成很多很多个细份 例如 你踩单车 将它分成很多个微小的部分的话 在每一个小的部分 都改善 只要是1% 百分之一的话 你 聘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整个对于那个 效率和那个 体育全体的成功 就会是多了很多的了 因为这里1% 那1% 再加上协同效应的话 其实 那个改善 就会很厉害的 所以 其实 这一样东西 看来的而且确 他无论在 单车方面 或者其他体育项目方面 都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究竟这一样东西 对于曼联是好事还是坏事 因为 因为在早一两天 我都曾经说过 曼联其实 在这个数据分析方面 已经是聘请了一些 比较高手 或者比较聪明的人 去参与 当然 如果 这个sir dave 如果都是 做一些类似的情况的话 就更加可能将 数据方面 实际足球的知识方面 去 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所谓的marginal gains 就越来越厉害 还有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就是说 因为 坦克 我们现在的领队 都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他真是会将 足球的表现 个人方面也好 团队方面也好 都分到很小的部分 如果 这个sir dave 的能力 是真是可以将每一个 小份 他都有办法令到他增加1%的话 曼联的 整个团队 整个足球队 每一位球员 的能力 就将会是 赔增的 所以呢 我看个小 协同效应 就相当之大 这个呢 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觉得 除了说他是一个英国 土生土长的曼联球迷 又叫做 懂些体育 即是说sir jim 之外 这个元素 大家都觉得 是会令到他 如果买到曼联 对这个 曼联的将来 是真的有些 重要的影响力的 那当然 另外一个 不好处 我想都要提一提 就是说在钱方面 他也要借 还有 还有一个 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 他 sir jim 只会买了格拉沙 那方面的股份 即是说 不会整间公司 重新来过 可能的营运模式 都和现在有些相似 不过 大股东 改变了 这些大家都要留意 最后 也要跟大家说 虽然 我一直做的资料搜集 看到sir dave Blazeford 成功之处 但他也曾经 卷入了一些丑闻 就是在2018年3月 一个 体育部门 曾经出了一个刊物 说 一些 药物的问题 在单车方面 他就说 英国的单车队 和刚才所说的 Team Sky 就曾经 怀疑用了一些 不适当的药物 在参与比赛方面 虽然 只看了这些 应该 没有说到实际上 sir dave Blazeford 的参与度 或者有没有聚成 应该就未必有的 我估 但是 可能 都是这位朋友 我职业生涯上高 有一个小小的 污点 大家要留意 因为 如果你每一个部分 都是加1% 会不会有时为了成功 做了些踩戒的东西 这单丑闻 是不代表他真的有做的 我需要澄清一点 但这也是有一个可能性 他为了 达到目的 会不会是真的 什么都试下呢 这个大家要留意 OK 这次节目就是这么多了 希望 令到大家 可以在谈论的事 关于我们未来班主的时候 多一个角度 和多一个 资讯 去看看大家 觉得怎么样 最好 但是 正如刚才所说 现在看形势 根据多方面的资讯来说 可能 都要去到暑假 才知道 曼联的新班主 又或者 缓不缓班主 才是真正的答案 现在 大家都可以继续 讨论 和评估一下 究竟 谁好 OK 这次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 拜拜 拜拜